其他焦点继续来关心 食药署查获有业者进口美国猪肉 却把产地标示成加拿大或是英国猪肉来出售 让不少民众相当的气愤 养猪联盟分析 业者进口猪肉一定知道来源 但会不敢标示就是怕没有人买 由于台湾猪每公斤成本价落在220元左右 跟虫组肉相比大约有2到4成的价差 那么有业者也透露不少百元平价火锅 会使用到这种冷冻猪肉片 我们都是台湾猪 拿出猪肉卷的产地证明 强调自家销后锅使用的都是国产猪 就怕消费者不安心 但小鼠机查发现新兴冷冻食品 还有瑞腾国际 都是从美国进口猪肉 却把产地标成英国加拿大 让民众相当气愤 有点气费消费者的感觉 我们不知道它的表现是对不对 大家还是在怕来客株班一定的忌惮 一定的担心 还有一个价差问题 又生鲜肉品专卖店业者之言 毕竟美猪可能含有瘦肉精 没有业者敢标示 就是因为怕标了没人买 由于欣欣跟瑞腾主要客户 都是以餐厅火锅店乳味汤为主 有业者透露台湾猪每公斤成本价 大约落在220元 台湾活菌猪240元 相比进口的冷冻猪肉 大约只有170块 丛煮肉还更便宜 最怕部分百元平价火锅店 为了降低成本 会选择使用进口冷冻肉片 如果想要分辨 业者使用哪种肉 其实从外观纹路就能看出短泥 圆块肉形状大小不一 肌理比较分明 以梅花猪来说还会有一圈油花 下锅煮肉比较不会散掉 丛煮肉因为经过重新塑形 肉片大小比较一致 纹路杂乱 肉质比较软烂 嚼劲也偏差 一般的肉的话 其实它每一个部位的肉形大小 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均匀 但丛煮肉可以 同一块肉里面 它可能会出现3到4种以上 不同的纹路 因为它是压缩而成 成本比起一般的肉品的话 大概会差距在4成 除了业者自主附上购买证明 中央地方也都要全部溯源鸡茶 才能知道这些美猪到底都卖到哪 记者位于点诚建国 TBOTO